-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婷 欢迎在每周末 与我们一起共进财富大餐 进入到12月 A股市场的交易开始 进入到了倒计时的状态 在经历今年一整年的震荡之后 不少个股的估值 已经是接近了历史低位 低估值成为了 近期选股的重要参考 从前期领长的券商板块 到风投正进的回购概念 具有低估值属性的个股 受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青睐 然而低估值就一定是安全的吗 这其中不同板块的投资逻辑 又是什么呢 本期我们的三位嘉宾 就将来一起探讨 进入到今天的财经风味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大家好 我是边风味 欢迎大家每周末 又为其共进财富大餐 我们将使您的投资 像烹饪一样有趣 让财富充斥您的味蕾 我们的节目也同时 在一财有看投平台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及时地收看 并与我们及时地互动 本期我们要聊聊 目前市场上 已经说了很久的 叫低估值 低估值的板块确实比较强 但是在最近似乎有部分的 低估值板块的基本面 或者说它的逻辑出现了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想及时地跟大家梳理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聊聊当下的低估值 到底机会如何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其实从7月份开始 我看低估值这个词 就在媒体上不断地充斥 我们看到各大的券商的报告 反正都是第一句话 A股估值已接近历史低位 那么低估值的品种 我想主要集中在50和300里面 但是最近我们发现 有部分的低估值的品种 有往下走的倾向 我们说这个低估值 它其实更多的反映的是安全性 所以本期我们想 首先这些东西还安全吗 第二呢 这些东西它有没有空间呢 因为光摆了安全不长也不行 所以我想先把这个低估值 目前的情况 我们想破镜 我们之前说过一期破镜 我们所谓的低估值 还是以破镜作为一个主要的标准 现在破镜里面 我看了一下比较重要的 就是三个行业 一个是金融 这个没有意义 第二个呢地产 第三个呢是传统周期 老袁先来吧 我们从周期开始谈 因为最近周期的波动 好像比较大 对 其实呢对于刚才说的低估值 这些尤其是破镜 对 未必一定安全 未必一定安全 那对您这句话没有错 未必一定安全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三个行业 是比较常态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 它们会跌破金字产 所以等到刚刚看到 它跌破金字产的时候 套用以前有一部电影叫 让子弹飞一会儿 其实等到它要慢慢爬起来呢 还是要看宏观经济 对 如果宏观经济慢慢好了 还是这个好转 那这部分呢 就这个时候的这个低估值呢 就安全了 我觉得小屋来聊一聊 就最近的这个传统周期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它放在第一块聊 因为价格跌了很多 原油的价格 大家可以看看 一个多月跌了40大概接近 然后它一跌 我们就看到相关的动力煤 巨乙锡 螺纹钢 都是一连串的下跌 对 这一块怎么看呢 因为它反映到钢铁 煤炭 包括水泥 机械 都是一相关的百叶之母 产业链很长 是的 其实整个原油的价格 我们说影响因素非常多 对于国内而言的话 最好分析的 其实还是钢铁和煤炭 对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供给侧的 这两个标杆 那么之前来说 从16年开始 其实整个的一个宏观经济 它的一个需求是比较好的 需求还不错 这时候再加上供给端的不断收缩 对 而且在供给端收缩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环保 环保会加速整个供给端的 这样一个收缩 但是我们看到 好像在今年下半年 整个环保的政策有一点变化 有一点点松动 对 有一点变化 这种会带来预期上的 这样一种改变 预期其实非常微妙 它既会影响到相关的价格 也会影响到具体 实业当中某些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罗文刚 可能过去一两年 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涨幅 在过去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 就全部跌掉 对 所以其实预期 我们说是比较可怕的 现在来说有一种 比较普遍的对于供给侧 相关品种的一种说法 就是过去那种过高的利润水平 可能要慢慢回归到一个 正常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个股价 相关的估值是有沉压的 今年上半年 其实煤炭和钢铁的 整个业绩的增速依然非常好 对 我觉得当时我看的 保钢好像是60%的增速 但是营收的增速只有3% 那么小吴 我们再来索性再问一下 就是现在他们这样的调整 价格调整 他们的增速肯定是下来了 对 对吧 它从60%可能要降到20% 甚至更低 那么是不是对它的价格的影响 会非常大 我说是股价 对于股价来说 现在因为是在一个 比较偏低的一个估值水平之上 对 因为它60的时候 它的市盈率也就是8倍 所以也挺奇怪的 所以好像市场也早就知道 你这个东西是撑不长的 好像一定会调下来的一个感觉 所以现在来说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们的估值 依然是维持在一个 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所以近阶段有一个话 又重新回到市场的 一个耳朵当中 就是螺丝可里做道场 螺丝可里做道场 其实我们说 往上打你需求 首先需求没有起来 另外的话供给侧 这边供给端 手索又存在一点问题 对 但是向下 你好像估值又有支撑 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区间震荡 就变得很窄 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刚才因为我们看到 原油的一个价格 短期有大幅的一个下挫 短期大幅的一个下挫 是不是能够长久 这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对 它毕竟不是08年 对 假如能够很长久的 那对钢铁企业来说 对它可能是一个利好 因为这就造成了煤炭 也会成本下降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 但是短期来看 这毕竟是对股价来说 是一个刺激因素 但长期还得看 现在供给车改革以后 你这个量能不能升上去 如果量不能升上去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多看看 对 我觉得关键可能还是在于需求 上游下游大家看清楚 刚价煤价下跌的时候 你别忘了 钢价煤价下游的一些东西 对 电力 家电 反而可能也会有一些 成本上的优势出来 小吴对于下游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确实 因为钢铁煤炭 我们知道是很多品种的 它们的这样一个成本 对 如果它们的价格下跌 其实对于其他行业 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坏事 反而是在部分的行业 是一件好事 钢铁因为我们知道 辐射的面太多了 其实你造汽车也要用到钢铁 比如说你做风电 也需要用到钢铁 但是煤炭好像非常聚焦 煤炭对应的就是电力 小吴对话外音我听懂了 就是如果煤炭的价格回来 也许对电力来说 可能今年电力倒是 好久没有关注了 其实电力相对来说 就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在这里 我们也跟大家去交流 其实我们以前看经济 我们学经济学 经常有一句话 经济学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 价值是动态的 有的东西不好 有的东西一定会好起来 我觉得这对很多投资者很重要 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几个行业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金融 金融在最近 应该说还算比较强硬 但是在这一轮反弹里面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表现 我觉得刚才老袁也提到了 可能防守态势还行 没有什么往上 金融三个行业 券商 保险 银行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轮 应该说这一轮市场的一个上涨的过程 券商涨到了 券商是这一波的明显 而且涨的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是跟消息面有关 但回过头来讲 也是因为券商之前几年 一直没有表现 这一轮上涨以后 对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守株待兔了 守株待兔 已经涨上来了 对 已经涨上来了 那涨上来以后 它不会一直涨 因为是消息面的一个刺激 慢慢会回落 但是回落 我估计可能跟前一次的一个底部 不一定能够跌穿 即便能够跌穿 位置也不会很深 所以对于那些可以做 守株待兔的 或者说像猎豹一样的 那种投资者 你可以匍匐了 可以埋伏了 那再深一点 券商现在大型的 外资的 还有这种小型的 这一波其实都有过上涨 对 都有过上涨 猎豹一样出击的 主要是出击哪一类 如果说要出击哪一类的 要分你是事件型的 还是专门关注 我们说是价值型的 你跌到位 我以后就出击的 价值型肯定是大券商 对 大券商 或者是带外资性质 未来会成为 外资控股券商 这一块其实也要 那这一块你可以关注 但对于小券商 我觉得可能就是事件性的 那投资者可以关注的 它弹性大 但回过头来说 像这批股票 你事件性来的时候 你不容易吃到 更多的一个筹码 所以这对 这个投资者本身来说 你要根据自己的一个 资金量的一个情况 确实 我觉得券商 因为它还是属于 金融板块里面 弹性比较好的这一块 我再补充一下券商 我觉得未来券商 可能大的券商 还是会胜出 我说绝对的一个 收益率的一个水平 第一波是国海这种 因为事件驱动 长得比较好 而且确实是超跌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 在上期我们说过了 样本股成分股有调整 其实有大量的 中小券商被调出了 留下来的是大券商 而且在未来资本市场的 一个创新当中 其实我说真正的 扛大期的还是大券商 所以我觉得 未来大券商 可能它的一个 胜出概率会更大 另外的话 再要谈的一个就是银行 我觉得银行有必要 大家好好再跟踪关注 因为银行给我的感觉 就是可能是未来 整个上证501当中 机构最容易博弈的 一个方向 没听懂 博弈这个有上有下 因为当时来说 我们看到在125的 这样一个贷款目标 落地的时候 有过一次 有过一次大跌的 对 我个人是 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125的贷款目标 并不是利空 如果是这样的角度 进行考虑的话 其实未来博弈的方向 我觉得中长期来说 大概率是往上走 说到这要补充了 本周其实银行 还有利好 对吧 很多人说银行 可以做一些更多的 子公司可以 子公司的 这个子公司 好像可以卖公募 有的人说可以卖信托 所以这种消息之间的交织 好像也蛮多 大银行还有一条理好 是之前早就公布的 就博被覆盖 它这个比例是降低了 那么释放了更多的一个资金 这个释放 对 所以我觉得银行这一边 应该是大资金会博弈的方向 因为它流动性非常充足 而且有非常多的逻辑上的变化 和观点上的这种变化 我听懂了 小吴的意思的博弈 就是要做一些逆向的思考和操作 最后我们来聊聊地产吧 地产这一年来说 应该说大部分的消息是偏负面的 但是地产也蛮奇怪的 我觉得我看了一下 所有的地产股 特别是龙头企业 在7月份以后 其实是明显走强市场 以万科为例 我看它6月底到了20块 现在的股价大概25、6块 其实是涨了二、三十 在不知不觉之中 而且也没有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看了最近万科 包括港股的融创 中国的一些11月份的 整个的销量的数据都还可以 所以地产就是负面消息不断 销量一直还可以 股价最近三个月 不温不活涨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地产可能是 现在很多人又非常敏感的 我们不说房价 我们只是说地产股的 目前的情况 老爷爷怎么看 其实近阶段 为什么房地产涨呢 跟库存很低 有比较大的关系 对 库存低了 那可买的少了 那就未来就意味着 可能这方面未来 可能会有起色 所以有部分是这样考虑 已经三年了 整个从16年开始的调控 已经整整三年 这从房地产过去 十几年的周期来看 三年其实已经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点 能不能持续下去 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关注着 小伙怎么看 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地产股它的估值波动 我们仅说它一年当中的估值波动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 我们说政策的一个波动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 其实后面还是有一系列 相对负面的一些消息 但是为什么 累穗万科保利 他们做筑底了 因为这边的估值底 是确认了 后面就看 政策的松紧程度 什么时候有变化 今天我们说了很多破镜的行业 最后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张房地产NAV折让水平的 动态市盈率 我们可以看到 NAV目前的折让 已经来到了 百分之负的四十 目前的PE来到了六倍 从历史来看 大家看看这个历史 整个NAV已经是创新低了 历史新低 市盈率也是创新低了 所以刚才小吴说了 虽然负面情绪很多 但下半年开始 房地产好像有点跌不动 这个时候可能它的弹性 就会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说了 三个主要的低估值的状态 给了大家很多的投资建议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牵一发而动全身 辩证的思考 本期的财富大餐就到这里 进入本期的风味信箱 上两期我们聊了回购 最近回购的公司 其实还是不少 但是我发现里面其实 多多少少还是良有不齐 能不能给我们再裸理一下 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 目前情况下 关注这个回购板块 你得注意 这个回购 它是不是有什么 功利性的目的的 如果没有功利性目的的 那这部分企业是可以考虑的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这个回购的一些企业 你得看看 它是不是处于 这个行业的一个低潮期 即将是进入一个 往上走的一个时期的话 这个回购是会给它 锦上添花 对 锦上添花的 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我已经看到有些上市期 是出现了一个回购 我觉得是开始慢慢慢慢 就让这个回购 正本清源回到它 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一个地方 你的意思是 不是为了要卖 对 有的上市公司 它已经出了自己的一个预案 是干什么呢 就是说我每年的一个红利 我也看到一下 就开始就是用三分之一的一个红利 我不分配 我就是回购自己的股票 我觉得这一点呢 已经跟海外市场 我们说这一轮 美国的一个大牛市 好多高科技的一些企业 像苹果 就每年是拿出一部分的一个盈利 去增持 这个回购自己的股票 那么现在呢 这家我觉得已经开始向了 那未来如果有 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出台 那市场一定会给它 正确的一个股价 因为之前我们说回购今年很多 大家也去看一下 这家企业 我觉得确实是有点特色 如果市场给它更积极的响应 可能未来也愿意 有更多的企业去做这样的事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小屋这边呢 最近解禁潮又来了 又是年底 而且12月份的解禁潮的量 说实话是真不少 对 所以怎么看12月份 或者年底的这个 很多的非系统性的风险 其实我们说现在 风险可能更多来自于 个股本身 所以我建议大家 对于手上齿仓的个股 做一次全面的一个排查工作 排查要的 排查其实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来自于12月份 可能来到这样一个 解禁的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 明年1月底之前 特别是创业版的品种 会不会有商与减值的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说过的商与减值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做完排查之后 其实包括自己自选股当中 如果有这样一批品种的话 如果因为解禁 未来出现了下跌 那么应该就是一个 黄金坑的机会了 黄金坑 对 如果是你看好的 某些创业版的公司 这一次在1月底的时候 它做了商与减值 那么这一次商与减值 很可能是在中期当中 最后一次商与减值的 很可能也会挖出黄金坑 我觉得微于基并存 12月份的解禁潮 与1月份的大量的 商与减值的预告 也可能预示着很多板块 真的在三四年下跌以后 最后的一次洗礼 我觉得很多投资者 在这样的危机之中 要看到未来的很多的机会 正在慢慢地浮现 我们也希望 1 2月份以后 可能市场会迎来 真正的一次估值底也好 业绩底也好 市场底也好 真正的底部 能够真正地出来 给大家更好的机会 本期的风味性相就到这里 好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传 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讲了 经典K线组合的一些反例 我们会连续地说几期 本期我们要跟大家说 第二个经典K线的反例 三鸭形态 三只乌鸦和红三冰 正好相反 它是三根有实体的阴线 而且每一根都有一定的位置 意味着连续地高开低走 我们在说一些反例的时候 也帮大家复习一下 之前的一些经典案例 三鸭形态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空方明显的做空洞能 但是在日程的运用过程里面 主力往往在上涨的过程中 利用这一形态来做什么 洗盘 一段上涨的过程里面 突然之间出现三只乌鸦 然后洗一洗 继续向上 清洗一些不坚定的 技术派的投资者 此时我们必须要综合观察 以免轻易出局 好了 我们来说 整个三鸭形态的关键点和案例 首先判断原有趋势 这是最关键的 是否跌破了重要的支撑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有时候它会破位 如果一旦被清洗后 发现出错 不计成本的第一时间 接回筹码 这才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手段 有时候 有人看五日均线 看六日均线 看十日均线 它就是帮你跌穿 破位以后 突然之间又被拉起来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知道 是主力利用了这样一种形态 这样一种心理而去做的反向操作 这时候你要做 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动作 甚至是极少数人反向运作 即使认错 好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图中的三鸭形态 大家去看 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逼真 但是这里面 如果你去看整个的上涨形态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 这是整个上涨的一个支撑线 大家看到吗 这个股票在连续的多个涨停板以后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横盘 然后它在上涨突破以后 做了一个三鸭形态的回落 但是这个回落并没有 把之前的平台给打穿 而且成交量除了第一根比较大之外 迅速缩量 所以它并没有跌破上升的重要支撑位 也就是这个平台 同时迅速萎缩 显示成交量空方的后续动能不足 如果一旦失手出局 那么如果你怕了在第三根阴线出局了 你觉得这个走势太难看 你要怎么办呢 在三鸭线的第一根阴线 被反包回来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儿 把第一根阴线被反包回来的时候 要无情地纠错接回筹码 之后才是真正的主生了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看到了 首先它考验的是你的心理 在接近这个支撑位的时候 你怕不怕 理论上说还没有跌破 所以这告诉我们 如果你看技术的人 没有跌破就是没有 不用动 第二 如果你错了以后出来了 再上去能不能够接回来 比你原有卖掉的成本 可能要高5% 把它接回来 但真正的主生浪 是在后一段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个案例主力做得更绝 在一轮上升的过程里面 两次出现三鸭图 看到吗 两次出现经典的看空的三鸭图 而且两次看空的三鸭图 第二次接近破位 第三根阴线 基本已经把这个平台的位置 刚刚跌破 看到吗 但是实际上 大家看到了主生浪在哪 就是在第二次以后 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认为是一个经典的 利用三鸭洗盘正仓以后向上 实际的成交都很小 大家看 如果你真正懂成交量 你就知道 第二次的三鸭虽然很难看 但成交量极小极小 它是一个用很小的筹码 做出图形来诱骗的一个动作 这个时候要给自己流出余地 什么意思呢 让一让 让一让 你可以搁 你可以再看一天 往往这一两天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一旦返包 如果你出来了 一旦返包 那么在这里请你把它买回来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出局了 再加5%的成本 把它买回来 这个动作才是非常人所为 才是少数人赚钱的最重要的一点 返包的时候 无情的 纠错 买回来 之后的涨势 一马平川 今天我们说了第二个反例 反的三鸭 同样大家可以在我的微信上 发送假三鸭形态 那么在这个形态过程里面 我们会把整个的这些PPT 发送给大家 我们说了两个之后还会说 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更多的贴近实战 告诉大家在案例里面 怎么去用一些成交量的配合 去进入到实战 真正的做到与主力对决 拿到你应该拿到的那一段 常人 少数人才能拿到的收益 今天的《边学边传》就到这里 好 本期的财经氛围就到这了 我们从破镜聊到了 当下要关注的一些危机 还有什么在年底我们要关注的 我想年底最要关注的 还是要读上市公司的公告 其实可能读公告很枯燥 但是你如果把它当做 藏宝图来读的 那我们也读一遍